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主要元素 一个就是风火水土的四大元素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上面的一到十的数字 所以当我们在解析数字牌的时候 我们会把重心重点放在元素跟数字的组合上面 好那元素风火水土它所代表的就是这张牌的本质 那什么叫本质呢 比如说风元素代表的就是这件事情 可能跟你的思考思想跟沟通有关 火元素呢它可能就是代表跟你的行动力 跟你的热情跟你的欲望是有关的 那如果是水元素 它跟你的情感跟你的包容力 然后跟同理心 跟原谅他人慈悲心是有关的 那最后是土元素 土元素它就是跟物质 然后跟金钱 还有跟我们工作 还有物质 这方面是比较有关系的 好那这个就是数字牌 它里面的本质 好所以大家只要知道说 数字牌它就是由四个数字去组成的 就像扑克牌它有四个花色一样 那塔罗牌它里面也有四个元素 好分别就是权杖啊 宝剑 圣杯 跟钱币 好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啊 我们就会把数字 还有元素 分开来做解析 那大家在听这40张数字牌的时候 就会比较有概念 那我们现在就从数字1开始来讲啊 数字1它在塔罗牌 数字牌里面的代表 1是一个新的开始 1是它从0到1 所以它是具有最多创造力 开创性跟开始的含义 所以所有的数字1 它都是一个开始 那只是它的本质不同 比如说像这个宝剑1 它是风元素 所以它的开创性是什么样的开创性 就是思考 思想跟沟通 讲话 表达 演讲的开创性 那如果是火元素呢 它代表的是欲望 行动上面的开始 比如说你今天要去做一件事情 然后你可能会取得一个 很错的成果 那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好 那水元素的圣杯牌 它代表的就是情感面的开始 可能你喜欢了一个人 你看到一个人 你对他一见钟情 它也是一个开始 那土元素的钱币牌 它所代表的是一个物质的新的开始 一份新工作 一份新的收入 那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串成一个故事 比如说就是 有一个男生 他可能很爱 他可能看到一个女生 那他一见钟情的 他对这个人一见钟情 所以他产生了圣杯1的感觉 那产生了圣杯1的感觉 他就会想要跟这个人多沟通 多讲话 多跟他认识 那这个时候呢 就来到了保健1 他要去跟他沟通 好 那相处久一点呢 之后双方可能就会出来约会啊 或者是说感情上面就开始有互动 好那这个就是行动嘛 就是全帐1 那双方一起约会 然后在感情上面比较有了一个稳定的基础之后 那就是代表的是钱币1 代表说双方的关系已经比较稳定下来了 那我们就可以借由这个故事 把四张牌全部都带进去 那再来呢 我们看到的是数字2 好 数字2在塔路牌上面 他所代表的是选择衡量跟犹豫 当我们前方的道路 从一条变成两条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选择到底我要走这一条 还是要走这一条 对不对 所以会有两条路给你选择 好 所以我们看到 风元素的保健牌 它是什么方面的选择衡量 就是可能跟思考有关的 跟沟通有关的 所以抽到这张牌啊 你在思考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选择障碍 到底我要选A还是选B 好 那在沟通的时候呢 就会拒绝与他人沟通 因为你就会觉得说 我好像讲也不对 不讲也不对 那还是干脆不要讲好了 所以保健2就会产生一个 拒绝沟通的问题 好 那再来是权杖2 它所代表是行动上面的衡量 行动上面的选择 你已经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去 可是呢 你还在衡量 我现在应该要怎么做 会比较好 就有一点像是 你今天想要去吃两间餐厅 可能给你选 好 那比如说是麦当劳跟肯德基 那你的内心呢 是比较想要吃肯德基的 所以你看像的那一个地方是 我想要吃肯德基 可是呢我还在衡量说 其实麦当劳也不错啦 就是你的重心啊 其实是有往另外一边沿的 好 所以这张牌是你的内心已经有决定 可是你还在衡量 还没有正式的跨出去 那圣杯二它代表什么呢 圣杯二它是代表配合 在这张牌上面 大家会叫它小恋人牌 但是它其实代表说 双方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些距离跟隔阂的 因为它是呈现一个礼貌性的状态 在跟对方交流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数字一来到数字二 今天我一个人我想要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如果今天又出现另外一个人 我们变成两个人 我要配合你 你要配合我 这样生活才有办法持续下去 所以圣杯二它所代表的一个含义 就是配合 我配合别人 别人配合我 那我们之间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共识 让我们在交流上面 让我们在相处上面可以更加的融洽 那来到了钱币二 它所代表的就是金钱价值上面的衡量 那它的衡量就是 我今天可能有正职的工作 可是我还有兼职啊 那我要怎么样在这之间取得平衡呢 或者是说它是有一种 我今天要做出一个很务实的决定 我有两个对象在给我挑选 所以我就会根据比较现实的考量 可能金钱或者是现实条件 来考量说我要选择哪一个对象 那这个就是钱币二 它所带来的这种比较务实上面的衡量 那再来我们看到数字三 数字三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 正在慢慢的变多 可是还没有到很稳定的状态 有点像是我们人在成长的那个过程 但是还没有真正的稳定下来 所以数字三它所呈现的一个状态 其实是动态的 就是说你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 可能会遇到挫折 会遇到一些挑战 遇到一些经验 所以从第一张的保健三来看 它其实就是成长上面的挫折 所以大家要怎么去认识这张牌呢 我讲一个例子啊 就是根据统计啊 就是在测验说 就是你最害怕什么样的场合 那有一个选择 他就是在众人面前演讲 这是大家都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保健三就有点像是 今天你这样 就是要站上台演讲之前 那个非常紧张 然后非常刺激的感觉 所以这保健三就是 你的内心相当的焦虑 相当的紧张 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把 这个演讲给应付好 所以保健三它呈现的就是一个 你在成长路上所遇到的挫折 跟这种心理上面的压力 那权杖三呢 它是火元素 它就是行动上面的成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人他是准备要跨出去 跨到远方去 对不对 所以他的成长是哪方面的成长 就是行动上面的 我今天在我原本的领域里面 我可能已经做得很好 我可能已经知道 我要往哪一个方向去了 但是我跨出去 我可能会做得更好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权杖二 他是我要吃肯德基 还是要吃麦当劳 那来到了权杖三的时候呢 他已经做好他的选择 他已经准备要出门 准备要去他想要去的 那个地方了 好 那来到了正碑三 是水元素 水元素代表情感 慈悲心或者是人际关系 所以正碑三 它所代表的是一个 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的成长 我们遇到了更多的朋友 跟更多的人进行交流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牌 它是一个好像在庆祝 在派对这样的感觉 所以慎悲三基本上 它就是很像我们一群人 去好乐底 去钱贵 唱歌一样 或者是去聚餐 这样的感觉 然后大家都玩得很high 很快乐 所以三代表一个团体 代表一个群体 那慎悲三 它所代表出来的 这个群体的感觉 就是在玩乐的状态 那跟慎悲三不一样的是 钱币三 它也代表的团体合作 可是呢 它比较偏向工作上面的 分工合作 或者是家庭上面的 分工合作 假如说你今天在 抽到这张牌的时候 可能代表 你在工作上面 跟其他人之间的合作 是有慢慢有成果的 然后跟大家是分工合作 还不错的一个状态 那在家庭上面的话呢 它就是代表 你们家庭的分工也很明确 比如说谁要洗碗 谁要扫地 谁要倒垃圾 那你们就分工的很明确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任务 去把它给执行好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数字四 经过了数字三之后 从一个成长的状态 终于来到了一个稳定的状态 数字三 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 三十而立的状态 三十岁了 有些人他还没有什么成果 那有些人他可能还在成长中 但是来到了数字四 来到了这个个人稳定的状态 你就会觉得 我好像已经很多目标都达成了 工作比较稳定了 家庭比较稳定了 感情也比较稳定了 所以我们看到 风元素的保健四 它所代表的是 思想上面 沟通上面 暂时稳定下来 那它是暂时 它不是说你你的问题解决了 然后也不是说你不用再烦恼了 其实不是 因为保健牌它本来就是带有很多思考跟烦恼的存在 所以保健四呢 这个稳定下来只是让你暂时不用面对问题 暂时休息一下 但是等你休息完之后还是要继续面对问题 所以这张牌它是一个暂停的感觉 那来到了权杖四 权杖四它所代表的含义 它是火元素的稳定成长 就是它是很稳定的 可是它又带有火元素的这种欲望能量 所以它本身的一个含义是比较好的 所以当我们抽到权杖四的时候 我们可以比较知道说 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是基础是很稳定的 或者是有靠山的 假如我今天要创业 那我原本就是一个做蛋糕做甜点的师傅 那我已经有十几年的经验 那我要创业的时候是不是我 因为我的功力非常的厚实 所以我就不用太担心说我会 就是会失败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权杖四它告诉我们的是 你有很基础很稳定的能力 那你要再去做其他事情 或者是说要发展的更好 其实那个成功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那再来我们看到水元素的圣杯四 因为水它是需要流动的 那大家应该都知道说 如果水没有流动的话 它会变成死水 就这个水它就没有活力嘛 对所以我们水元素比较特别 它来到了数字四的时候 它停止了 它被稳定下来 可是稳定下来 它就是在那边没有任何的流动 好那我们把水比喻成情感 情感上面没有流动的时候 我们就会对生活上面各种不满意 你不想跟别人交流感情 你不想跟别人 就是不想跟外人可能去交际啊 或者是说跟人去多接触 那就会变成你自己可能会比较孤僻一点 所以水元素的四它是不太想要去跟人交际的 然后他本身他自己对他的生活 其实也没有到非常的满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在这边稳定下来 它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含义 那来到了钱币四 钱币四呢 它是金钱上面的稳定 物质上面的稳定 但是它这个稳定有一个缺点 它稳定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那是不是很有钱 工作待遇很好 好那我一样打一个比方 它就像公务员一样 公务员是不是领着很固定的薪水 但是他薪水可能是非常难调涨的 比如说你每年可能调个几百块 然后也没有到真的调很多 所以钱币四它的能量啊 就是你是稳定的 可是你成长的非常的慢 或者是你成长会 成长的这个天花板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通常抽到这张牌 就有点像定存的感觉 我把钱定存在银行里面 然后只领那个定存的利息 那那个利息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它的成长几乎是没有 应该也不能说没有啊 但是比如说你存一百万 可能就只有几百块几千块的利息 这样就是成长的非常的慢 那这个就是钱币四它的能量 那当卡罗数字牌来到数字五啊 数字五它其实是一个混乱跟蜕变的时刻 好因为我们前面有讲数字三 它是什么 它是一种改变成长 那成长它本身就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那这个改变是什么 改变是更加痛苦的事情 它就是让你去面对一些争吵 混乱矛盾 然后你在面对这些事情之后 你的人生可能会成长的更好 或者是说你学到更多的事情 透过这些经验来逼迫你成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哦 数字牌的五 它其实没有一张都 应该说没有一张好牌 全部都是负面特质的牌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要经过一些负面的事情 才会有所成长嘛 或者是才会学到一些东西 所以在塔罗牌里面 它其实也是遵循的这种 每件事情它都是一体两面的 比如说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现在你们的人生 就是大家的人不可能都 都是顺顺利利的啦 一定中间都有遇到很多的挫折 然后遇过很多很混乱很矛盾的事情 但是你有发现你在经历这些事情之后 才有现在的你 那如果说你的人生都一直是一帆风顺的话 那可能你就不太会成长 那你也不太会学到什么样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数字五它虽然都是负面的 可是它却让我们学到很多的经验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 风元素是思考沟通 所以思考沟通上面的矛盾混乱 就是吵架 就是跟人争吵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张牌它是可能两个意见不同的人 在互相争吵 很像两个有政治立场的人 他们的政治立场不一样 一个是某颜色的 那一个是另外颜色的 所以他们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听对方在讲什么 所以这会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状态 所以他们会比较偏向说 我的立场才是对的 所以他们会一直在针对错 所以宝剑五它所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 尤其是对于人际关系上面 会非常非常的撕裂 就是两个立场不同的人 在互相撕裂 那权杖五呢 它所代表的含义 就是一个竞争性的混乱 因为权杖它是火元素 火元素是什么 欲望 欲望是什么 欲望就是我想要这个 我想要那个 所以大家在争夺 大家在争夺有限的资源 所以这个有限的资源 它可能是 可能是感情上面的 可能是金钱物质上面的 都有可能 或者是说今天我在经营哈罗牌 那可能有很多的同行同业会互相竞争 那这个也是权权五的意思 但是权权五并不代表它是负面的 因为有的时候有竞争才有进步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 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竞争冲突 其实它还是比较可以让我们成长 让我们去进步的 那再来呢 我们看到的是圣碑五 圣碑五它所代表的含义 就是情感上面的混乱 所以这张牌它有两个字 它就用两个字就可以去代表 叫做失去 因为你失去了 所以你感到很沮丧 你感到很难过 你感到很悲伤 那数字五它有一个很好记忆的点 就是数字五它是不是十的一半 如果十 数字十它是满的 它是满分 那数字五它就是只有一半而已 所以你会觉得怎么样 你会觉得说 我只剩下一半了 原本我有一百万 但剩下五十万了 原本我有十颗糖果 但是不小心五颗不见了 剩下五颗糖果 所以你会有这种非常沮丧 非常难过的心 因为你觉得你失去了一半 你只剩下一半了 所以当我们抽到这张牌 我们要看到的是 你还有剩下的百分之五十 就是在你的人生里面 你可能有一些失去 可是呢 你还有更多的得到 对不对 因为你出生本来就什么都没有 那你现在失去了 你也不用过于去跟给予怀啊 因为你本来就已经得到很多了 所以再来我们看到钱币五 钱币五它也跟失去有关 它失去是什么 金钱上面的 物质上面的 所以它会觉得自己很贫穷 觉得自己很缺钱 所以钱币五它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被困住 然后不知道该往哪边前进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在看钱币五的张牌啊 我们都会说这个资源其实是比较匮乏的 就有点像是乡村跟大城市的资源就会差很多 对不对 比如说一些学习资源 然后一些这个食物或者是日常生活用品的资源 大城市跟乡村就会落差很大 所以这个钱币五它所代表的就是资源不足 那来到了数字六 数字六它所代表的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关系呢 它是带有平等跟互相比较的 所以来到了数字六 其实非常符合我们的人性 就是我今天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然后你可以回馈我什么 它说它会带有一点利益 可是这个利益呢 它不完全是因为钱 它可能是因为说我对你那么好 那你应该也要回馈给我才对啊 会是这样的状态 所以我们看到风元素的数字六 它带有一点什么创伤跟不好的经验 为什么呢 因为数字六它本身就是代表一个有没有平衡 然后我给你的回馈 你有没有回馈给我 我对你那么好 你有没有回馈给我 但是在风元素里面 它变成的是一个过去过往的创伤 过往的经验 因为过去的一些经验不好 所以导致说它现在是呈现一个 它觉得它需要疗伤 它需要慢慢的走出来 这样的感觉 那我们看到火元素的数字六就不一样 因为火元素它所代表的是一个表现力 就是它是明星 它很喜欢表现 它很有欲望 它很有热情 所以它跟这些人的关系是 这些人都是比较连向它的粉丝 或者是追随它的人 所以它就是这个重心拱月 就是被拱起来 高高在上的一个角色 所以在权杖六里面 它跟人之间的关系 它比较是这个明星 那其他的人是追捧它的 那在宝剑六上面呢 它所代表的关系是 它过去受到了一些人的伤害 受到了一些事情的影响 所以现在它跟这些人的关系 就是比较疏离的 是比较需要去疗伤的 那来到了圣杯六 它代表了什么呢 圣杯六它代表的关系 就是过去美好的回忆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 比如说你在小时候 你就小时候比较好玩 小时候没有智慧型手机 可是小时候的过年很好玩 很有趣 那小时候的这种乡村生活 让我们觉得很怀念 那当你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 这个圣杯六 就是代表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们会把过去的回忆 有点美化它 比如说过去妈妈煮的菜 或者是过去跟家人之间的团聚 相处的时光 我们会常常在念旧嘛 那这个念旧呢 它就是跟圣杯六有关 那我们再来看到前碧六 好 前碧六它所代表的就是交易上面的公平平等 就是我今天给你多少钱 你能够为我做多少事情 所以它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 是呈现一个交易 老板跟员工这样的状态 好 所以我们看到钱币 它本来就是比较务实的牌 它本来就是比较在乎利益的 好 所以它不是说它特别爱钱 它就是觉得 一切都要公平 那我们就来计算 你一个小时 我给你两百块 那你一个小时可以做多少事情 好 所以这个就是 在数字六上面 不同元素有不同的含义 那再来我们看到数字七 它是一个寻求突破的能量 什么叫做寻求突破呢 就是我想要变得更好 我想要更多 然后我想要让自己突破现状 所以他们本身是不是对现在不满意的 可是他们是想要变得更好 所以它其实有这种向前的动力 可是这个向前的动力 它会卡在我还在想 我还在想 我还没有很实际去做 好 所以我们来看到风元素 风元素它是一个我想要突破 我想要找更多的方法 所以呢 它配上风元素 数字七配上风元素就变成了超捷径 风就会以最快的速度 最近的距离去前进 所以这超捷径 有的时候它就会被形容是投机取巧 或者是被形容是投机摸狗的感觉 所以我们从保健期上面看到的感觉 就会觉得 这个人他好像 他是蛮聪明的 他想法很快 应变能力很快 可是他好像没有那么的守规矩 对吧 比如说闯红灯 比如说就是可能 呃 车没有人的时候 然后就是偷偷摸摸的做 做一些事情 好 那这个就是保健期的含义 在权杖期 他就是火元素的欲望 在寻求突破 在想说 诶 我应该要怎么做才可以变得更好 更厉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哦 他的能量是很强的 他是有一种在对抗阻碍的感觉 比如说可能有很多的小人 有很多的敌人 他在对抗他们 所以抽到这张牌代表说 你的意志是非常的坚强 但同时呢 可能也会有比较辛苦的状况发生 那正碑期他是水元素 他代表的是情感面 精神面的跟情绪有关 好 但是呢 因为数字期他的寻求突破的那个能量 都在思考 都还在想 所以他在水元素上面就会变成说 我有很多的想法 我有很多的欲望 可是呢 这些东西 他有可能是不切实际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一直在幻想 我中了头 然后呢 要买房子 要开名车 这个他都是一个对未来的幻想 可是当你没有付出行动的时候 他就是想而已 他也不会变成真实的 所以这张牌啊 大家都说他是做白日梦 好 那再来呢 我们来看到钱币石 钱币七 钱币七其实很简单 我们说他是寻求突破嘛 所以他寻求突破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跟金钱有关 比如说我今天要买房子 好 我存了一笔钱 我要买房子 但是 现在房价怎么这么贵 好像有点买不下去 可是如果现在不买 会不会以后又更贵了 以后更买不起 所以来到了钱币七 他就是在思考 我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了 但是呢 我该 我现在是到底要放弃 还是我要继续跟缘下去呢 所以他卡在一个状态 就是他不满足于现在 可是他又希望可以变得更好 所以来到钱币七就会有一种遇到瓶颈 或者是卡住的感觉 那这卡住就会跟金钱有关 跟比较务实 比较物质的东西是有关系的 那来到了钱币 来到了数字八 数字八他所代表的含义 就是前进 就是他会以很快的速度 找到他的目标 并且往这个目标去前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数字八他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强的能量 对不对 可是当风元素遇到数字八的时候 他会变得更加的混乱 因为风本来就是想东想西 然后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到底在哪边 所以当风元素遇到这个 原本要往前冲很快的 这个数字八的时候 他变成他的目标太多了 我一下子想要做这个 一下子想要做那个 老板交代我很多事情 那我到底应该要先做哪一个 他就被困住了 他就一直在想到底要先做A B C D E 哪一个事情先做 那想到最后都没有做 就变成想太多 但是呢什么东西都没做成 所以在数字八里面 风元素他就是一个比较糟糕的状态 那这张牌叫做宝剑八 那再来我们看到权杖八 权杖八他是火元素 本身就非常有目标性 又加上数字八 所以他的目标会非常非常的明确 他很知道要做什么 而且他会想要马上就达成任务 想要马上就得到那一个结果 所以权杖八他的含义就是 我想要马上去完成我的目标 所以你的动能你的热情 就会非常非常的快速 那来到了权权八呢 权权八他是情感面的 他跟你的情绪有关 所以他这情感面 会让他想要再往前进 然后配上数字八再往前进 那就是提升 所以这张权权八 其实有一种身心灵上面的提升 但是在提升之前呢 我们可能要先做断舍离 我们要先舍去那些不好的 然后呢才有办法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所以这张牌啊 他有一种我离开原本的事物 是为了让我自己提升 让我自己变得更好 所以权权八他也会有离开的感觉 离开的含义 那权权八呢 他就是代表他的目标 他的目标是跟金钱有关的 跟工作有关的 所以他会花很多的时间 在自己的事情上面 那这个事情有可能是工作 因为工作很忙 把时间都花在工作上面 然后加班 然后呢很努力的在赚钱 为了赚钱就是非常的有目标 所以我们看到的 田币八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忙碌的状态 他把他的时间精力重心 全部都花在赚钱 花在工作上面 好那来到了数字九 数字九它有一个核心的含义 就是他是属于一个过多的状态 什么叫过多 就是一件事情我做到有点过度了 太多了 就是满出来了 所以在数字九 他的一个状态是比较极端 或者是比较偏向一个过度思考 过度辛苦 过度享受的状态 他就是一个极端的状态 所以当数字九跟保健牌 跟风元素合在一起的时候 叫做思考过度 思考过度变成焦虑 变成恐惧 变成一种你一直没有办法清空你的脑袋 思绪一直在混乱运转的一个状态 那来到了全帐牌呢 叫做体力消耗的过度 体力消耗过度是怎么样 就是我做了很多事情 我很累啊 但是我又不想要放弃 有点像是你今天去健身房 做了好几下的哑铃 或者是做了很多的运动 那你觉得真的是体力消耗的差不多了 可是呢好像还可以继续做 所以你还要撑着 撑着继续在努力 所以全帐九他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我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但是呢我还不想放弃 那来到了圣杯九 圣杯九叫做情绪上面的自满 满意或者是情绪上面的过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圣杯九他是有一种活在自己世界的感觉 他会觉得我觉得我很棒 我很自恋 然后我是一个很有自信 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但是因为数字九 他本身就是有一种过度的感觉 所以他可能就不知道 什么叫做谦虚啊 谦卑啊 或者是说不要太彰显自己 他会觉得说反正我一切都很好 一切都没有问题 一切都非常的棒 但是他就会容易忽略到 可能一些负面的地方 或者是忽略风险 忽略说自己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地方要注意 所以圣杯九他虽然是一张很好的牌 就是你今天问事情 比如说问工作啊 问感情 抽到这张牌其实代表说你本身的状态 能量是比较足的 但你可能会因为盲目的自信 然后没有看到一些事情的真相 就容易做错决定 那来到了钱必九呢 就是代表说 不值生活上面的享受可能是过度的 什么意思呢 我花比较多的钱去购买奢侈品 花比较多的钱去买大 就是吃大餐 去享受生活 那这个时候你花钱消费上面 就会比较 比较阔挫嘛 对不对 然后你就会 就会有一点过度花钱 过度消费这样的感觉 但是抽到这张牌 其实也是不错的 因为抽到这张牌也代表说 你是有钱可以花的 不会说可能抽到钱必五 是连这个资源都没有 资源非常的贫瘠 但钱必九至少证明了说 你今天生活过得还是不错的 你的生活品质是很好的 所以你才会有钱可以买什么奢侈品 有钱可以吃大餐 好 那么数字牌的最后 数字牌的收尾来到了数字十 数字十它所代表的含义 就叫做结束跟圆满 好那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么极端的状态 一个是结束一个是圆满 我们可以看到数字牌 它就是从数字一叫做开始 所以数字十是不是就是结束 好那结束有很多的状态 结束不是说只有这个可能 死亡消逝才叫结束 对不对 我们看到很多电影 它的结局是什么 它结局是好的 它的结局是圆满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定义 数字十 数字十其实就是 这件事情已经到了极限 到了最后的结局 那基本上呢 是没有办法再去改变它了 好 所以枫元素的数字十 叫做宝剑十 宝剑十就是思考上面 思想上面的结束 在上一张宝剑九 你非常的焦虑 想太多 然后把自己弄得神经兮兮的 但来到了数字十之后 来到了宝剑十 你放下了 什么都不想 因为你觉得想再多也没用 这个时候心里就会有一个 算了的感觉 就算了 不要计较了 算了 还是这样就好 或者是算了 我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事情 所以数字十的这个宝剑牌啊 就是有一种要放下的感觉 好 那再来是权杖十 好 权杖十呢 它就是一个 它的体力已经消耗到了 最后的一个阶段 上一张权杖九已经快不行了嘛 但是还可以死撑着 但是我们看到这张权杖十啊 虽然它现在还是一个站着的状态 但是呢 有可能下一秒 它就会倒下去 所以权杖十它所代表是 你背负的责任压力过大 那这个压力呢 它是你没有办法承担的 所以抽到这张牌 几乎就是代表说 这件事情其实你 到最后你可能会处理不来 可能会倒下 因为压力跟责任是过度的庞大 好 有点像是火元素燃烧到最后面 它就会变成刀丸了 就没有任何的东西了 好 那再来是圣杯石 圣杯石它是一个情感上面的圆满 因为水元素它的特性是 越累积越多 就像那个海水啊 河川湖泊 是不是这水 它会积在一起的时候 它是越来越多的 它跟风跟火不一样 风跟火都会消失 可是水不会 水它可能会蒸发啦 但是它累积的速度可能比蒸发更快 所以我们看到大海有这么庞大的一个提积 所以可以代表说 这个水它最后全部都融合在一起之后 有一点像是家人 和乐 团聚 团圆的感觉 我跟大家的感情交流都非常的顺畅 然后呢 我可以去明白每个人他需要什么 所以在整个感情上面 家庭工作上面都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状态 就有点像是四海为家 然后大海整个团聚在一起的感觉 好 那来到了前壁石 前壁石跟水一样 它也是累积的 这个土元素 这个钱它会越累积越多嘛 比如说你有存钱的习惯 你每天都存十块钱 那会不会 二十年后三十年后 这个十块钱 它就变成了好几万块 或者变成了好几十万 有的 所以土它是会累积的 钱它是会累积的 那钱壁石呢 就是代表说 它已经累积到了一个资源丰厚的程度 还记得资源这两个字吗 前面是有一张牌叫做资源评级 是什么 钱币五 钱币五代表资源评级 那钱币石呢 就是代表资源丰盛 我什么都有 我有房子 有家庭 有小孩 有另一半 我什么都有 然后还有很棒的 很棒的收入 公司可能是大公司 那给我的收入很高 所以钱币石啊 它所代表的就是 金钱上面 物质上面 家庭上面 各方面的稳定 那这个稳定呢 就是达到了一个极致的状态 所以我们今天分析完数字一到十 其实我们讲的就是一个人生的阶段啊 一个人生的阶段从开始到成长到挫折 那前面可能还有很多的选择 然后最后呢 来到了什么 来到了这个结束 或者是一个圆满的状态 那相信这样的记忆 对大家来说 应该是会觉得比较简单啊 就听完这一整个 数字一到十的故事 就会觉得 好像不知不觉 就把塔罗牌给学起来了 那我现在还有开一堂 比较进阶的塔罗牌课程 一样是从零到一 有架构 有逻辑的 教你一步一步的学会塔罗牌 所以如果说你是对于塔罗牌 有兴趣的 你想要在解牌的能力 更加的进步 或者是说在解牌上面 不会卡卡的 在学习塔罗牌 不用去死背 或者是说 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 用一些逻辑架构 那我们的课程 就是会从零到一 把你给教会 使用塔罗牌 到底要怎么去使用 那课程的方式呢 就是会摆脱传统的 这种比较死板的上课方式 因为有一些上课方式 它可能是照本宣课 就是拿一本讲义给你 然后可能就是按照讲义上面的 在讲 或者是说按照讲义上面的在念 那我们的课程方式 会比较像是 我们有直播录影 可以同步参加 直播呢 就是可以在 给大家更多的互动 来参与来问问题 所以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在直播上面 去帮你做解答 然后你要学塔罗牌 你要学更多的 这种解牌技巧 我们也可以在直播上面教你 所以如果说 你是对于我们课程有兴趣的 欢迎来跟我预约一个 免费的咨询 那这个咨询呢 我们不会推销你课程 我们会跟你说 就是你可能在塔罗牌上面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 应该要怎么去解决 然后我会看你 是不是真的有适合这门课程 才会跟你介绍 所以我们不会去叫你 浪费钱去买一个 你没有用的课程 因为这个课程 如果本身对你来说 并没有帮助 那其实你买了 你也不会看 对不对 或者是说你看完了 你也不会用 所以我相信 我想要带给大家的是 我们今天要学会塔罗牌 我们就不能就是在用 传统被排异的方式去学 因为我有非常非常多的经验 然后跟很多的这个非常庞大的资讯 去显示出就是用被排异的方式 其实大部分的人最后都会放弃学习塔罗牌 那大部分能够学会的 能够坚持到最后的都是有找到自己的方法 那我们的课程呢 就是会把这样的方法交给你 然后大家也不用担心说会找不到老师 其实会没有人问 因为很多塔罗牌课程都是在结束之后 才有问题 对不对 比如说你上了一堂塔罗牌课程 上课的过程你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下课之后自己在占卜 自己在实战之后发现问题一大堆 那你要问老师 你要问同学 你要问可能助教 不一定可以得到一个你非常满意的答案 那我们的课程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让你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可以随时发问 有多个管道可以在群组发问 可以私讯老师发问 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课程上面发问 所以所有的问题 我们都先帮你想到了 那这些问题呢 我们都会一一的帮你做解决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就是可以跟我预约一个免费的咨询 好那这次的课程就到这里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